郑宇 是重点培养的 大量的给他们机会 那么韩国选手郑宇 今年21岁 1992年出生 主要的成绩呢 是第51届 多特蒙德世平赛的团体赛 男子团体继军 他在2010年亚运会 男双呢 是和金炳熙合作 获得继军 周宇呢 曾经获得了 全国平方球几秒赛的 男子打打冠军 同时呢 在今年全议会 他和樊振东配合 拿到全议会的 男子双打冠军 同时在全议会的 男子团体上 也有惊人的表现 可以说周宇啊 现在和樊振东 也很 也很像 当年的 孔林辉刘国梁 或者是王立琴马林 因为这个 在同一批选手当中 像他和樊振东 年龄差不多 那么大家之间呢 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相互能够触动 你好我也好 然后大家呢 都 能够 尽快的 这种成熟 进步 同时呢 这个队友之间啊 也能够 相伴很多年 能够建立这种 深厚的 有意 2-7 7-3 周宇的球呢 相对他的动作 幅度比较大 虽然质量高 拉球也很转 那周宇的球呢 感觉在速度上 乍一看是 不像 其他的那个 选手 但周宇有他自己的特点 一个他有 左手的优势 最好呢 一个运动员 他是全面的 就是可快可慢 既有速度 也可以放慢 他有这种空间感 就像一个棋子 在哪个位置上 都可以使用 这样运动员 才能够做到全面 该快的时候 我可以快得起来 该慢的时候 我能放得下来 刚才很有意思 在女团结束之后 在外面的场地 练习场 正好呢 碰到了日本的福元爱 他一见到我就在诉苦 福元爱就说 打得我都没有信心了 后来我说呢 没关系 还有单向的比赛 需要有信心 因为福元爱呢 和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 好 他在中国也打平凯联赛 然后多次来中国训练比赛 ぐ青 警 intelligence iksi 9 10 10 10 9 这样11比6 周宇 先拿下了第一局 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 这场男子团的决赛 第二盘的单打周宇 对郑荣植的比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周宇 和郑荣植的第二局比赛 好球 周宇的反手 第一板拧拉鞋 第二板在台面上 我们看他起手很高 然后快速甩斜线 现在我们看 一个是周宇 一个是樊振东 这两个选手在场上 真正的能够散发自己的那种能量 看到周宇和樊振东 他们身上有很多相似的气质在场上 这也不是说完全是输球和赢球的问题 就是说两个年轻运动员在场上 他们能够 有一个非常正确难得可贵的一种气场 有气势 这个是年轻运动员身上最可贵的 能拼 能释放 好球 sticks 流路 大 licence 好球 小狗 大浓 大浓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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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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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主人 那么这场男团的决赛 虽然韩国队 在小组赛当中 中国队3比0轻松 赢下对手 但是决赛 韩国队所散发出的那种能量 和他们技术发挥 和小组赛是完全 不一样的 这对于中国 男队的年轻选手来讲 也就增加了困难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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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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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